Inpress 操作界面说明 在这个单元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Inpress 整个操作界面 还有它的环境介绍 首先我们看到最上面这一个 我们称作为标题列 标题列的左边呈现的是 档案名称 后面是我们目前使用的软体名称 Inpress 这个第六我们称作为标题列 第二个功能表列 Inpress 的功能全部都放在这个功能表列 在这个功能表列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非常重要的是检视功能的工具列 当以后您在做简报的时候 找不到某一些工具 请您到工具列这边点选打勾 它才会呈现在我们的操作界面 好 那格式 工具 还有上个单元我们介绍的投影片 方应 如果是灰色的话 表示目前是不能执行的功能 好 这一列功能表列 第三个 工具列 我们会把一些常用的功能 变成图示的方式 放在这两个工具列 好 我们看一下有新增 开启 储存 好 我们往后会介绍这个工具列 那还有一个工具列在下方 我们称作为绘图工具列 那在我们做投影片的时候呢 很多的物件都是由这个绘图工具列所制作出来的 好 再来第四个 左侧栏我们称作为投影片窗格 您可以看到每一张投影片 也可以利用卷轴往下拉 往上拉 好 点选我们的投影片进行编辑 再来右边 右侧栏我们称作为工作窗格 它有好几大类功能 第一个属性 母片页面 当我点选下去之后 这个视窗呈现不一样的变化 自电动画 投影片转场 或者称为投影片切换 好 再来最重要的部分是中间这一块 我们称为检视区或编辑区 那我们现在一般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可以进行编辑 我们试看看把它点成大纲 它会呈现全部投影片的文字部分 它的内容 好 还有备注 讲义 投影片浏览 可以看到全部的投影片 好 我们切回一般 还有一个状态列 在绘图工具列的下方有个状态列 您在点选每一个物件的时候 这个状态列会呈现这个物件在投影片的位置 还有大小 还有我们目前是在第几张投影片 好 我们点选第二张投影片的第一个图片 好 它的在投影片的位置 还有图片的大小 还有我们投影片是在第二张 我们先点回第一张 我们快速的来回复一下我们整个操作界面 第一个标题列 第二个功能表列 注意检视工具列 这一部分非常重要 第三个工具列 这两排常用工具 还有下方的绘图工具列 第四个左侧栏投影片窗格 好 第五个右侧栏工作窗格 有好几大类功能 好 再来是最重要的编辑区或者叫检视区 我们可以切换 好 最后是状态列 呈现物件在投影片的位置 还有在投影片是第几张 好 这个单元为各位介绍的Inpress操作界面